開宗民意強調中共威脅 他是美國參議員盧比歐 同時也是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EC成員 IPEC在2020年成立 是跨國跨黨派國會議員聯盟 對中立場強硬 而今年年度峰會更首度遺失台北舉行 IPEC聚集23個國家49名各國議員來台 是歷年最大規模的國外議員訪台團 8號陸續抵台 29號將會見我國政府官員 30號出席峰會 同時賴總統也會出席 民進黨民眾黨立委也都會參加 但唯獨國民黨恐缺席 黨團首席副書記長林思民更表示 IPEC是反中聯盟沒收到邀請函 更有欄尾私下透露 黨團群組也都沒有討論是否要參加 他們這個IPEC的這個反中 當然對我們這個政黨的角色上 扮演可能會有一些敏感 國民黨的國會議員不參加 他們會努力去邀請一些有不同政黨 包含國民黨可能不是國會議員的人來參加 IPEC的反共主張民主 所以國民黨都不予參加 那唯一的理由就是怕中國不高興 言下之意IPEC似乎有邀請藍營參加 但國民黨卻消極抵制 外媒美聯社透露 中國外交官向至少六國的議員施壓 要求他們不要來臺參加 畢竟看看過去的峰會內容 聽臺抗中視IPEC跨國跨黨派共識 在臺舉辦峰會展現各國對臺支持 如果國民黨最後仍缺席 背後原因起人一鬥